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斧神工 在前几期视频中呢 我介绍了关于音像的低音 从最基础的尺寸问题 到折环材料 盆的材料 再到箱体设计 以及一些以此为基础的 综合的主观评价方面的东西 而今天呢 我要讲的同样是比较高级的 或者说更高级的一些 低音形成的效果 关于声音的气势 其实关于声音的气势呢 早在我一年多以前的一篇文章中 就曾经提到过 而且如果你们曾经有仔细读过 我那篇文章就会发现 音箱的硬件水平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或者说前提之一 还有另外一方面 是房间的尺寸 就算再高端的黑暗的音箱 在一个10平米的小房间内 也是没有气势的 而且气势这个东西呢 一方面其实并不只和低音有关 或者说并不完全由低音决定 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通常在看电影的时候 比听Hi-Fi的时候 感知会更强一些 Hi-Fi中呢 主要是交响 感知更强一些 闲话少说 我先播一段录音 当然这些录音是多声道的 家庭影院录制的 录音效果可能会打一些折扣 不过大家可以先试着 尝试理解一下什么是气势 是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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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出盟的手 有多多艘艇 对 这段电影呢 我当时是在MX看的首映 这段怎么说呢 雷神天降的这个桥段 真的是把整个影院就镇住了那种感觉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声学上的大房间 而是小房间 那么问题来了 要多大的房间才能让声音听起来有气势呢 以我80多年的专业调音经验而言 声音要有气势 房间尺寸至少要在20到25平米以上 或者说至少在25平米以上 最好能够在40平米左右 当然也要做一定的房间处理 而且这里我说的是小房间 不是电影院和歌剧院 幻想时间呢 也并不是一个衡量这个事情的特别重要 或者唯一的量 如果你看过我一年多以前 微信公众号里相关的文章 或者我知乎的live的话 你就会明白 或者说如果你要实现一些声场上的调节 把声场声相调节比较好的情况下 通常混响时间就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畴 就会在这个范畴内 不过不论是房间尺寸 还是房间的声学处理材料 都是要让你的钱包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上期视频中会说 低音是相当烧钱的一个东西 不只是好的低音炮 和好的音箱的低音比较贵 能摆放他们的环境 也就是房子 更贵 好的这些种伤感情的话题 我们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再放一段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demo 大家可以再试着去理解一下 好 先让你接客办吧 开机下级连载机间的连线出去 连线开始 下级连接 连线争 进步 连线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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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下上期的内容 关于紧致的低频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个东西 是几年前 在我们这个事业部里有很多影音室 而且造价都不菲 比如说有的房间会做半悬空的处理 不能说叫地基 反正就是地表面下面是有弹簧 有一定的弹簧做支撑的这种半悬空 半隔阵的这种处理 你想想这样的房间有多贵 而且那本身也是一些房中房 它是两层房间 怎么说呢 这种东西就算你有钱 家里的面积到了一定的尺寸 比如说你的客厅也有30多平米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普通的这种居民楼里面 是很难实现的 必须是单独的别墅 或者说你在一栋楼的第一层 而且下面可能还没有其他房间 才有可能这么去玩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房间造价要多少 当然我现在的这个办公场所 除了有一些影音室以外 还有一些类似于小型电影院的一些视听的环境 当时看了两部电影火星救援和星际穿越 那种效果那种低频的紧致的质感 而且是持续的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有两段 一段是火星救援里面最开始的时候 从火星上撤退的这一段 还有一段是星际穿越里面火箭发射的那一段 这两段的低频 可以说我在任何其他的系统上 我都听不到那个效果 虽然说当时我记得星际穿越 我还在电影院里看 但我去的那个电影院是可能是效果比较差的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厅吧 可能也没有怎么调 所以说总有人跟我抬杠说耳机的声音好坏 其实我已经很少去理会这些事情了 就像我前几天在B站上看到有一位热心网友所说的 大概意思是现在这些耳机厂商 已经起你脸上去恶心你了 去给你奥利给了 然后你还觉得挺好的 有些时候有些人甚至还要捧臭脚 我只能说 虽然说这是一句非常 在我看来非常无聊的 可能都有点臭的那么一句话 如果你听过比较好的音箱系统 从音箱到房间摆位 等等都比较好的系统 你立刻就明白了 而且你只要稍微在这种环境下训练一下 稍微关一下脑放 你就很容易分辨出原来那些耳机到底哪些在坑你 或者说哪些声音是有问题的 我这里不是说所有耳机都是骗局 但至少你能分辨出来哪些是忽悠 哪些好哪些不好 而且也有助于你理解一些和耳机相关的原理 好的以上是我对上期视频的一些补充 以及我认为可能会对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的一些肺腑之言吧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最后再播放一段比较有气势的场面 大家可以试着去理解一下 是那些不晓得吗 是那些没人吗 我是那些不晓得吗 我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观看。